第四題是說 現在有人行星 繞著太陽在轉 然後這個外面擋得比較慢 所以這個周期比較大 這個周期比較小 T大T 他們說每隔多久 兩行星將交過一次 這一題當然你可以用算 但是用算的就比較難一點 不過的話 你一看的話 這些有些單位不大一樣 那你就分析一下 他說多少時間交會一次 那代表你算出來的單位 一定要是時間的單位 算出來的單位不是時間的單位就不對 第一個你看這個 這個沒有單位 這個時間的單位是時間的單位 這沒有單位 這也沒有單位 這個單位 是秒分之一 所以他因次 算是T的連負一次方 所以這個也不是時間的單位 只有這個 這個是 那個時間的兩次 他底下是一次 乘以時間的一次 所以他的單位是時間的單位 所以只有這一個 才是可能的單位 其他都不可能 其他這些單位都不可能 那你如果單選 如果是選擇體的話 當然是只能選這個 其他不能選 我既然會不可能 就已經可以選擇 另一個單位 大家都看 欸